再来要关心的是狂犬病的疫情 让农委会被骂惨了 现在又传出花莲的养鸭场 熟度是有肉压染上了H5N3 低病原的禽流感病毒 可是农委会却只将监测的结果 通报世卫组织并没有主动发布消息 农委会又被批评 这实在是太被动 我是无我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 口中说着无我 坦然面对外界质疑 台大收益系教授费昌勇 连日来以专家身份 对外发言 警告狂犬病最严峻的时刻还没到 但农委会经营序列结果出炉 发现狂犬病毒很可能 已经在台湾存在至少两三年 每年拿农委会近千万补助经费 监测狂犬病毒的费教授 就被质疑怎么没有监测到 是六年用了三千万 包括今年 那一年是五百万 而且有十几个单位 六年内我发表了六篇SCI 有另外在三篇是非SCI 用九篇paper 强调自己长期以来都有在关注猫狗疫情 而这一次狂犬病毒是从幼欢开始的 硬被扣上没在做事这顶大帽子 他实在很无奈 我当时就说前鼠不是很重要 结果今天就有一个法国学者说 前鼠在台湾也不是第一例 他在狂犬病的疫情上是不重要的 非常有强调 现在正是防疫的重要时刻 一旦狗也被传染到 疫情将一发不可收拾 呼吁外界不要模糊焦点 而被点名防疫不利的单位 还有他 强调按照官吏有幸的病毒被检出时 高病员要通报OIE 还要发布新闻稿对外公布 低病员通报后再公布在网站上 给民众查阅 但只放网路不对外公布 会不会太被动 未来针对这个特殊个案 或者是首件个案 那我们也会 再以新闻稿的方式来公告大家 那我会坚持按照官吏走 有特殊情况再来说 但防疫如作战被动 是作战该有的态度吗 U电TV 武佩如 吴登丽 台北报导